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心静 心静 静界 于是呢 你就在欲界中间 你在色界中间 你在无色界中间 你在这个三界中间轮转 不停地在那转变 于是你就感受到 这个境界好苦啊 这个境界好快乐啊 这个境界让我非常忧虑啊 这个境界让我非常喜欢 乐跟喜欢是两件事 乐是生力的 喜是心力的 我听见一句话 我或者感觉一件事情 或者想某一个人 你心里都生了欢喜 生力起了快乐 生力的快乐不是预念的快乐 有时候你想起来 哎呀 我手脚都麻了 这是乐呀 这是乐呀 我同时都充满了力量 这也是乐呀 然后说 我都吓糊涂了 麻木了 这也是乐呀 这都是你的戒 不是啊 这都是感受啊 我们的感受很多很多 我们的感受多半对着外戒 太乏气的 但是当我没有外戒的时候 过去的事情让我们怀疑 未来的事情让我们希望 脑子里头 摆这一个感受 我想起来 昨天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人 听到他所说的话 我非常的感受 现在想起来 我还有感受 过去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有苦乐 忧喜舍 五种感受 未来的事情 我们希望的 也可以有苦乐 忧喜舍 现在呢 一样的 假设 在这个房间里头 物质的 给我们冷气 调得很好 大家坐这儿 里头 不要 不必流汗 这个空气 这个空气很清新 不必感觉臭 这时候呢 你们只是听我在讲 讲的是 为事 在这里头 你们没有什么忧也没什么喜 也不必 既然来了 不管我说得不好 不管我说得不好 不好 且安心待下去 所以把其他的事情暂时舍掉 所以这一些 性戒里头 所感受的 就是这个三种 性也是三种 戒也是三戒 瘦呢 可是就有无瘦了 所以这是永远在变 为什么在变 永远在转 永远在变化 转是从这个转到那儿 意义呢 是变了 为什么 因为个人的经验不同 个人的嗜好 跟讨厌的心情不同 所以呢 我们不但人人 每一个人的 性戒受不相同 就是你一个人 你也可以前一分钟 跟后一分钟 完全在转变 所以你所转变的呢 也跳不出这三戒 你所转变的感受呢 也跳不出这五瘦 那么 只有两种人 他能够 不因为外戒 而使他 能够发生 善恶无忌的这个性 他也不会 因为外戒 而让他 自己觉得 在欲戒中 竟想起 饮食男女 也不会在色戒中 好美丽的境界 也不会在无色戒中 想的都是 形而上的东西 色戒都是形而下的 无色戒 就到了形而上了 然后呢 我们就接受了 这一个东西 我们就感受了 这五种 让我感觉很痛苦 让我感觉很快乐 让我很忧虑 待一会儿 我假设讲得太久了 你们坐公车 公车就赶不到了 开始 现在就忧虑起来 然后呢 喜欢呢 这一句话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然后说 他的废话太多了 别听了吧 把他那些话都舍掉 这就是我们离不开的 当我们心 接触外境 或者是动作 或者是言辞 我们的五种感受 这一个 我接受的 是我是好的 是坏的 是不好不坏的 这是客做 客戒 跟我自己的 心里的感受 变成欲戒 变成色戒 变成无色戒 而使我有五种的感受 这就是维持 跟随信等总相连 跟 根本烦恼 随 随烦恼 然后我们相信 十一种相信 总连着的 这一个跟随信等 总相连的时候呢 最要紧的是 我们第六诗 在这个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里头 发起了 五种的感受 不拘定 没有定的 也不会被他拘束 时常在转烦 时时刻刻都在转烦 横转意 但是呢 这个第六诗 所发起来的 由他的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说实在 就是三个 贪嗔痴 由贪嗔痴 而使我们生起 骂 骄傲 使我们生出怀疑 真正的根本烦恼 就是贪嗔痴 我们贪恋 这个物质的 贪恋感情的 贪恋 这个物质的色呀 声音呢 冷暖呢 空气呀 都是外界的 我们贪爱它们 然后呢 假设 对于我们 所贪爱的东西 不适合我们了 我们就发起 真心来了 为什么 会这样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我们趁念就起来了 当我们贪念太多的话 我们贪爱某一个人 贪爱某一种事 贪爱某一种环境 当我们过分的贪爱的话 我们都笨了 有多少在恋爱中的人 一细看看他 都好像傻瓜一样的 假设你们真正爱过 你们事后想想 那时候你也跟傻瓜一样 做了多少傻事 所以贪 会使你于事 撑也使你于事 我气糊涂了 是不是会有这 当我们趁念发起来的时候 自己 这个愤怒的火呀 把自己都烧得糊涂了 趁火能烧功德灵呢 这一句话 我们要不时地 自己警告自己一下 这个趁念所发的火 常常把你过去 所记的功 所得到的德 你本来这个功德呀 就跟一个大树林一样的 撑火一烧 整个树林子都烧掉 所以 我们知道 我们心里的感受 离不开这些 我们都要离苦得乐 我们 能够不忧虑最好 我们都要抓着 我们所喜欢的人 所喜欢的物 所喜欢的环境 这是我们所喜欢的 都要抓住 然后呢 我们舍 我所讨厌的人 我所讨厌的事情 我所讨厌的环境 离我远远的 离我远远的 越远越好 这就是我们人 一辈子 所感受的 我们得先感 你才能受啊 所以感受 所以感受 六根 去感 眼睛对色 耳头对声 心对情 我讨厌的情 我讨厌的情 我喜欢的情 我爱的情 我恨的情 都是我的心 跟外头环境 所发生的感应 也许硬呢 感是我来感觉的 硬呢 是别人对我的 我怎么反应 这个环境很好 好比说 现在梁友 给我们安排了 这一个环境 虽然做了这么多人 但是 它的冷气 刚刚合适 大家不觉得热 于是呢 我们在这里头 坐两个钟头 也觉得 身体的感受 还好了 大家都坐着 虽然这坐着 不太舒服 但是总比站着好吧 所以 这一些东西都好的 但是 假如说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 我感觉 很苦的 我能够舍掉它 我们每一天 就在这无中感受里头 转 而不是永远的 有苦 有乐 有忧 有喜 这无中感受 不停地在那转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